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又再來同大家更新一下疫情方面的最新資訊。 在珠海又出現了一個新確診個案,我們現在看看他們公佈了什麼。 珠海今日公佈新增一個本土確診案例,是一個36歲女教師,住在鄉州區南平鎮華發生4期。 這個病例是密接觸者等重點人員排查邊發現的,是14日報告確診病例,是9歲學生的密接觸者。 目前這個病例已經通過腐壓救護車迫環運送到中大五院經珠海市級專家會診, 判斷新冠肺炎輕盈。珠海目前的案例新增7例,另外一宗沒有症狀感染者。 中山方面亦新增防疫要求加強管控。 根據中山發佈今日的消息,珠海來返中山人員需要憑月康碼、陸碼和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到達中山後需要做到14日居家健康檢測。 在第1、3、7、14日進行了4次核酸檢測。 現在這就是疫情方面最新資訊,中山是收緊對珠海去他們的措施, 而珠海方面亦新增了一個確診。 這個確診就是重點人群入面找到出來的,暫時都未見到有一個很明顯的確散跡象。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新的資訊。 如果有的話我也是會第一時間和大家馬上更新的。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